北深火热当中受苦 你也让别人受苦 妄直取舍成暗顿 你没有正确的思想 妄想执着 认为这个我喜欢 那个我不喜欢 这个我爱 那个我不爱 现在世间人就这样 对错搞不清楚 这个叫无名 这个叫愚痴邪见执着 那你就在黑暗了 所以妄直取舍 是暗动 我们皈依 为什么要皈依 你要了解 不是说反正皈依 我来皈依 我皈依了 皈依是要对质贪嗔痴 那你有贪嗔痴 你就会一直生死轮回 你就不能解脱 那皈依的对质 是希望转化 所以各位要离开贪嗔痴 离家乡是佛子行 当然你要离家乡 首先 菩萨叫我们先闻实修 就像各位要听闻佛法 思维佛法 决定要实修 然后我们 这个叫正思维 所以我要消除贪心 称害 称恨 我不能该去伤害众生 所以八正道的第一个叫正见 所以闻实修是让我们有正之见 了解苦极灭道的道理 生死轮回的道理 那你有了正见以后 产生正思维 所以什么会让我痛苦 会让众生痛苦 我们千万不要去做 那就是贪嗔痴 所以有了贪嗔痴 你就会杀生 偷盗 邪淫 忘语喝酒吸毒 等等 那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那既然你要消除贪嗔痴 那你要找好的地方修行 或是各位最好每天 你家里很忙 事业很忙 你就提早半个钟头起床 早一点睡觉 或提早一个钟头起床 因为早上没事 可以好好的修行 那个时候没有电话 不用煮饭 不用应付什么人 所以你要依止这个清净处 所以远恶近故 祸见减 如果你能够远离这些 纷纷扰扰的环境 那这些迷惑烦恼就不会起来 不然有些人说 我不会生气的 只要别人不要惹我 我没有欲望的 只要别人不要勾引我 那你这样讲不白讲 所以说因为你还是随时要生气的 所以当然一开始没办法 所以你要练习 一静处 一静处不是说 比如说我这个人很爱发脾气 那我一静处怎么修行了 我就在想别人怎么骂我 怎么伤害我 然后我用慈悲心 根本没有我在被他伤害 你要这样去修 就叫一静处去断除你的诚恨心 我平常很贪心 我很好色 我很喜欢帅哥美女 我很喜欢去吃好吃的 那我一静处的时候 我就要去看这些快乐的美的好的 到底最后怎么样 一定会很痛苦 最后一定很痛苦 而且这些东西只是一个感觉而已 快乐跟痛苦都是当下的感觉 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你要去观察它 一静处比较方便 所以离善乱顾善至真 因为你在 自己在找课 晚课 或是各位 你一个礼拜休息一天 你可以到一个清静的地方 哪里都可以 如果没地方去 我觉得西方人有个地方很好 浑墓区 很多西方人很喜欢在浑墓区散步 对不对 他觉得那个有美感 但是无论如何 河边 哪里都可以 像我以前 我很喜欢跑到任何大楼的顶楼 顶楼没有人 一个人坐在那边 望得 虚空 这么广大 心量会广大 如果前面有海 那更好 因为那个时候比较 心里能够找出自己的问题 发展自己的善心 心 注意法 身定静 定见 所以 各位要让自己的内心 跟佛法相应 就像 今天你皮肤发炎 你只要把这个药膏贴好 它就 药的力量进去 它就 退发炎 所以 你如果你的心 跟佛法相应 用佛法来对着自己 当我心情不好 赶快念 那么无爱光如来 当我起男女欲望 念一下 那么清净光如来 清净光就是不要起男女欲望 阿弥陀佛加持 当我喜欢讲话 会跟人家吵架 再念一下 那么无对光如来 让我讲话都不会刺激别人 让我讲话都不会跟对方吵架 因为你们某一些夫妻 某一些朋友 一见面就想要找他的缺点 那个时候你要一直念 那么无对光如来 你讲的话 不会跟他对立 所以 阿弥陀佛有12个佛号 那你的心量 没有那么大 每天都是比较自私 那你要念一下 那么无量光如来 那你念你的心量 就会包容 接受光大 还有那么 智慧光如来 等等等等 那么无量寿如来 所以 心注以法 所以各位要多思维 心经 有几部经 各位一定要会 心经 因为它可以让你 加强你的空性 放下 药师经 能够让你知道如何改变 特别健康 正知正见 念地上经 可以断除轮回 三恶道的轮回 身心因果 佛说阿弥陀经 可以让自己 包括往生者 这个人往生 最好你们要问法师 我爸爸去哪里超度了 你先念完七遍阿弥陀经 你再去念 他会说 去净土了 当然净土分九品 我们希望从下品到中品到上品 这样 但是这几部经 然后人际关系不好 爱生气 念普门品 大乘佛教 大概就这几部经 要忏悔 加念八十八佛 非常殊胜 甚至有机会 他们摆三昧水灿 梁黄宝灿 当然一步一步 各位入门 比较简单 后来慢慢慢慢 了解更多了 所以多思维佛法 生定见 什么叫见呢 正知正见 这个是社会最怕 邪知邪见 邪见就是说 他对佛法不太相信 甚至有些皈依 然后又去求世间外道 不相信因果 甚至特殊的方法 那这样 心里就产生不了正见 所以要多去思维佛法 听闻佛法 安住在 以这个见解 以正见来代表 我们的思维 行为 正见 正思维 正业 正余 就是让我们实践在 八正道 所以一进处 各位要经常 自己做早课晚课 自己打坐 甚至你找一个 任何一个空间 时间 你分配好 听说法国人最好了 上班一班喝咖啡 对不对 那就是修行的时间 中间修行的时间 又去念几遍 心经 思维 像我很喜欢走路 我除了走念佛 我都会在思维 这句话的意思 思维这个经典 再来思维如何去 比如说 我要在法国盖一个寺庙 怎么样利益法国的 所有人跟众生 你要去思维 假设是这样 那你要利益整个地球世界 那你对世界 所发生的事情 怎么样用佛法的方法 来引导 不离开世间人的方法 引导他了解佛法 所以你要把佛陀的方法 现代化 那你要去思维 所以这样一尽处 去思维佛法 去实践佛法 让自己安住在法 第四 现象 一起念一下 来 亲友伴随 须离别 财宝 积聚 中 去间 适者 且宜 深色 去 初离心 是 佛子心 那你要想一想 各位现在有亲戚朋友 爱人 儿子 孙子 这些 在一起的必定分开 你感情在好 无论如何 这些都不是永远 只是暂时 如果你依赖 你会很痛苦 所以各位你要学习 耐得起孤独 让自己一个人 在公园里面 去散步 那个时候心里觉得很平静 甚至你在巴黎铁塔 一个人看到这么多人 男男女女 但是你还是一个人 很清静的祝福他们 自己不想依赖 所以要开始练习放下 所以佛陀要我们 各位一个月 至少要守六天八观再结 不要每天全家逆在一起 逆在一起是一种依赖 所以虽然我们跟家人在一起 是希望引导他们学佛 引导他们学佛不见得要用嘴巴 引导他们学佛是让你 让他看到你的清静慈悲快乐 给他那个感受 你就说我吃素你都吃肉 他会叫你离开 你好讨厌的这样 吃肉是还是还可以超度 像你一种看不起别人的心态 那是最毒的可怕的心态 所以你要了解 所以亲戚朋友 家庭 这个都是暂时的 你不要太执着 以不执着的方法去爱你的家人 那没有问题 不然的话你一掉下去 那你很难再出头了 在爱情至上 亲情至上 就会有私心 私心 就会有对立 会有排斥 财宝 积聚 中期间 不要每天努力赚钱 购物就好了 我觉得 我到欧洲国家发觉 这边只要有工作就有钱 也不是太痛苦 我去德国看 德国人现在产生大有钱人少了 因为他这个制度 就是保障大家远离这些贫贱 就是太有钱或太没钱 国家社会制度都很好 这也是一个很好修行的地方 但是不要欲望太强 不要一直存钱 各位如果 三世英国银行是最好的 布施 帮助别人 你有一点钱多帮助 因为这些钱永远生生世世跟着你 修行人不执着钱 走到哪里却有钱 虽然口袋没钱 但是要有钱就有 因为你不断地去布施就好了 你把钱放在众生银行里面 甚至回向 成佛 那这个钱就像滚雪球一样 你一辈子不用烦恼 钱 你只管怎么去布施 所以不要去累积太多的金钱 你累积太多会让你怕别人 因为一个有钱人 你旁边除了小人 就是敌人 因为他是逢迎拔解你 甚至要骗你的钱 对自己不好 适者且于生涉取 意思是说 你这个身体里面的灵魂意识 最后也会离开你 你这个身体就烂掉了 烧掉了 没有用的 腐烂掉了 因为你连意识你都抓不住 身体也抓不住 所以世间的爱情 金钱 财宝 家庭 身体 这些都留不住的 都是变化无常的 各位要思维 我们为什么要归一三宝 想清楚这些 唯有三宝才是生命的依止处 归一处 所以第五 所以我们已经做到修行的重点 我们要脱离贪生吃 我们要放下世间执着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 恶之事 这个世间很多 修行 很多人都喜欢拜佛 结果都走错道场 或者拜错老师 这个世界邪师很多 邪师很多 他就利用人类的弱点 来满足他的欲望 金钱或是名望 所以各位你要去拜哪一位 亲戚哪个道场 你要有抉择 你要